王秋生、朱柏翰、陈淑儀和導演張銘耀 去年合作的舞台劇《叫好叫作》 這套劇將會在十月底 原班人馬再遇歸來 這日他們進行彩排 大家都準備就緒演出 而在九月時 秋生和合作十多年的助手 阿滿結束奔主關係 之後發覺前助手遺留連串難尾事件 要他接手處理 令秋生生氣 亦白絲不解 演戲那麼久 我們演戲其實學甚麼 就是學研究人 分析角色研究人 你就知道人的心理狀態 或者行為動機究竟是甚麼 變成很多時候用在生活上 其實很多時候都猜得很重 這次的問題 不只是發生這件事 覺得不知怎麼處理 是不理解 是想不到的 分析不到 很好奇 如果這是一個角色 這是一個戲劇 是很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這個角色是 沒有了 接下來都是要自己處理的 最煩你覺得是要處理甚麼 最煩分一些單據的東西 我不懂得檢查 我是零能力的 我對我來說是 不知道 肩步行步 經過一年的轉變和經歷 秋生系演繹上都有不同的感覺 他更突然帶回老婆愛上播TVB劇集 令他體會到觀眾口味 最近因為我老婆只看TVB 只看TVB 我不是真的 我老婆真的只看TVB 我真的說真的 我不是說笑 我不是說笑 我經常播一些劇 我發現原來很多人都很懂得看電影 很喜歡看一些有氣味的 戲劇的東西 不會再看一些很無聊 笑過就算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次的角色 又踏實了很多 你看完之後 你會發覺那些為甚麼會笑 笑中有雷 雷完又笑 笑完又雷 所以這次是更加精彩的 能夠原班人馬再度合作 令團隊很振奮 他們也有信心比上一次演出更精彩 就好像他們建立了一份無比的默契一樣 這次我這個回合中 我想我們會看到這三個朋友的關係 比起以前再厚實了很多 我想觀眾都可以在這裡 再找到更加多的共鳴 因為我們上次已經建立了一種默契 這次就是那個… 那個自由啊 那種… 怎麼說呢 那種拋波 那種來得治癒了 是啊 這樣 那… 還有… 都沒有同埋嗎 都是這樣 I love you 哈哈哈 啦 哈哈哈 Yeah 這應該是秘密來吧 OK OK 傳言你吧